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子时评 我是公子沈 在抖音上面有一个中国的博主 他做了一段影片 结果大火 有一百多万人点赞 但是在墙外 在自由世界 他的这段影片被当成一个笑话 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到底怎么说的 这次国际资本对日本的围猎瓜分 很有可能会导致日本 从此沦为三流国家 再也翻不了身了 不好意思 我控制一下表情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国际事件 我们不能心灾乐祸 那为什么欧美资本要做空日元呢 因为日本好欺负 老美打他 他不敢还手 那现在老美已经越来越虚弱了 欺负别的国家经常被反咬 只有自己养的狗不敢还手 在外面碰了一大圈壁 发现他现在都不好欺负了 只好气呼呼地回去 又踹了自己的狗一脚 所以说给美国当走狗没那么容易 国际资本大举做空日本 日本国债不到一天时间 又彻底崩盘了 一夜之间 所有日本老百姓的资产缩水30% 真的太惨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抱怨说 这两年国内经济大环境不好 我们中国在美国激烈的贸易战 金融战之下 老百姓依然可以安居乐业 真的很不容易 国家尽力了 我们国内总有一种声音 在质疑我们现在的外交策略 是不是太强硬了 导致我们得罪了欧美国家 害得我们现在被人家制裁 搞得我们这两年外贸生意越来越难做 这两年经济大环境越来越差 钱没有以前好赚了 这些整天抱怨的人 你们为国家做了哪些贡献 如果国家不反抗 经济就会更好吗 如果国家不反抗 你们就能赚到钱吗 如果当年九一八事变的教训 还不够的话 这次日本国债的崩溃 就是我们最好的教训 我们反抗 他们要欺负我们 我们不反抗 他们还是要欺负我们的 现实世界打仗是要死人的 要死人难道我们就不反抗了吗 哪个将军不爱惜自己的士兵的 但是没有强大的军力 别人就是要欺负你 金融战争也是如此 我们只要敢反抗 经济就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不反抗 等着我们的 可就是一场金融大屠杀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 我们感到经济越来越不好 感到钱越来越难赚 真的很庆幸我们身在中国 而不是日本 我们伟大的祖国 敢于强硬的反抗 欧美的金融把权 保卫着我们的金融体系 我们确实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这两年前确实没有以前好赚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 永远不会向列强屈服 我们在金融战场上敢于亮剑 你敢越过红线 我们就敢开火 就像真正的战场上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来不会惧怕任何强大的敌人 我们知道上了战场可能会死 但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 为中华民族点赞 祖国万岁 我不知道看了之后 大家有什么想法 跟大家聊聊我的看法 就是他这里边讲的很多东西 当然我认为在中国 是非常有市场的 难怪他有一百 好像是一百五十多万点赞 一百五十多万人点赞 请吓人的 就是他讲的这一大段话 特别符合今天政府 给人民洗脑宣传的内容 对吧 用他那种生情并茂的表演 打动人心 肯定大家觉得说太棒了 说太对了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必须要强硬 这是民族骨气 把过去共产党给他们洗脑教育的那种百年耻辱都想起来了 开始有这种非常能够煽动情绪的一个演说 那到底这里面讲的是不是事实 经得起经不起推敲呢 我们如果做了那么多集节目 看了我公司审那么多集节目 当然大家有做评判 一看就知道 他是个大忽悠 什么坚决不孝 西方欧美霸权低头 屈服 你不屈服 能有今天吗 你跟美帝当年是白刀的自己 红刀的出 对不对 你看看中国的媒体 中国的官方 把美帝骂成什么样子 对吧 这个帝国主义跟你势不两立的 为什么还邀请人家 尼克松访华 对吧 你是不是屈服了呢 你应该跟他一刀两断呢 你应该跟他继续的去杠下去 不行 杠不下去了 为什么 经济要崩溃了 赶快要跟美国和好 赶快要屈服于美国的霸权 成为一个好学生 派大量的留学生 到美国去学习 对吧 你最后变成一个好学生 让人家当老师 这难道不是屈服吗 我们中国那么有古戒 怎么能够学外国呢 我们什么没有 什么不会 什么没有呢 对不对 天朝上国 所以说 你就是有今天能够做的 劳斯泰斯 能够穿着西服 对吧 能够用着手机 不就是你屈服了 美国的结果吗 你要不屈服什么结果 朝鲜 北韩 这是全世界最不屈服于美国的 其实这个下场 现在这个下场 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饿 所以说 你看到这么什么 亚洲四小龙 对吧 崛起 经济空前的发达 他不就是因为 进入到了整个资本主义 全球化当中 接受了以美国为首的 整个国际秩序 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 你进入不了这个国际秩序 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所以中国能够今天 也是因为屈服于美国 成为美国的小弟的一个结果 那今天 他不要再当小弟了 现在要跟美国去争抢 这个方向盘了 我不能再做乘客了 我要跟你去争当这个司机 我要引领这个世界的潮流了 我要跟你这个霸权去向抗衡了 那结果 就像过去的纳粹 过去的苏共 我想不会好看 今天已经看到了 刚刚有一点点 开始摆脱了这个 韬光养晦 不再藏着业着 准备要有所作为了 结果现在中国经济什么样子 对吧 美国还没有使全力呢 美国还没有真正的全面制裁你呢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的程度 还没有1% OK 就按照这些统计 这些商品的统计 这些技术的统计的价值 总计它制裁中国不到1%的价值的产品 科技 它如果100% 或者别说100% 50% 你这个国家就已经四分五裂了 就已经彻底崩溃了 所以说 现在我们是在慢慢慢慢 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当中 美国也不想一下子跟你这个 决裂了 因为美国本身也是杀的1000 自损800 虽然能够把中国干掉 但是自己也受重伤 也没有必要 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这么做 但是他会一点一点的把你给拖死 就像当年一点一点 把苏联拖死一样 所以他讲的这段话 当然就是什么 我们很有骨气 我们跟他们就把美国 日本当作敌人一样看待 那么这种思想本身 就会导致中国的 就是中华人民共国 这个政权的灭亡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今天共产党 为了维护他的统治 他的团结 他又必须要煽动大家 去站在政府这边 站在共产党这边 去对抗西方 形成一个黑白分明的 冷战对立的这种一种形式 这样的话 其实有利于暂时性的 共产党可以巩固他的政权稳定 他甚至在这个讲话当中 他都承认了 某种程度承认了 现在经济比过去更难了 但是他要圆这个场 他会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更难了 是因为西方打压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我们就能打赢西方 我们就会恢复经济的繁荣 这是完全给出了一个 错误的解决方法 他完全是本末倒置 他没有想到 今天的困难是为什么造成的 为什么西方会围堵你 制裁你 对吧 当然了 对于共产党来讲 我要替他们说两句话 就是共产党 没有任何其他的一条路可以走 这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对抗西方 然后加强国内的管控和洗脑 爱国主义洗脑 他这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他怎么办呢 你正像他说自己说的 如果屈服于西方了 重新回到掏口养晦了 什么结果 就是这个党国将不复存在 换句话说就是 共产党失去对全国的掌控能力 这是共产党绝对不想看到的 他当年做了多少 祸国殃民的事情 就是为了维持他的统治 对吧 他现在凭什么就要放弃这一切呢 以前杀了那么多人白杀了 对不对 他当年能发动文革 发动大跃进 私企千万不在乎 对吧 他当年能够坦克上街 去镇压天安文的学生运动 已经说明了政权的稳定 或者共产党的绝对统治 是这个党国最高终止 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去维持这个专制的统治 那么他目前看起来 共产党还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 还有很多的办法可以用 而且西方到目前为止 我刚才讲到的还不是说立刻就要置你于死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共产党还有很多的可操作空间 包括加强言论管制 然后允许特意让这些人 在这个算法当中能够获得流量 这是洗脑宣传当中的一部分 普通人一般听到这个 就会立刻跟他们曾经获得过的那种洗脑教育 和每天所接受的信息都对上号了 然后就会产生共鸣 觉得说太对了 再次加强了自己的爱党爱国的这种热情 但是我们一看就知道 他是到底在搞什么 到底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但是中国的流量就是这么好转 你只要迎合了政府 然后再加上一点口才 然后这个人还体现出自己好像很有钱 是个成功人士 中国人就喜欢成功人士 觉得成功人士说什么都对的 因为他成功了 你没成功 你没他有钱 所以他这个有钱的人 说的观点肯定比你这个没有钱的人 观点更正确 这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但是大家就真的相信 所以这人就要特意坐在 劳斯莱斯里边跟大家讲 要爱国 其实这产生一种心理暗示 就是你是不是也爱国 你爱国了之后 没准也能像我这么有钱 但是事实差好相反 正是因为他有钱 他是既得利益 所以他当然要爱国 他要不爱国 是跟他的钱过不去 OK 是跟他的利益过不去 所以是个正常人 追求利益的人 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绝对要告诉大家 他特别爱国 但别忘了 这也是他的流量来源 他也是钱的来源 他是做爱国生意的 他讲爱国 大家这么多人看他 这么多人点赞 他不就是有钱了 他就才能坐进 劳斯莱斯里边 他有这么多流量 再顺便卖点理财产品 对吧 然后你们就上当了 就买了产品 对吧 因为你觉得他说的太好了 太爱国了 好像他多么真诚 结果这些人 都被当做韭菜割掉了 这个人嘴上说的 我多么爱国 实际上 他不知道在海外 有多少资产 他的子女 是不是在国外留学 他不会告诉你 OK 他不会告诉你 他说了也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中国的很多网民 觉得他讲的太好了 他太爱国了 把自己钱给了对方 然后对方 再送到美国人手里 送到日本人手里 中国的韭菜就是这么被割掉的 正是因为在中国这钱太好赚了 所以你看到很多台湾人 香港人也跑到中国去 比如说在香港曾经镇压 反送中群众的光头警长 他就有了名声之后 自在中国开了账号 去收割中国的爱国粉丝 他的微博粉丝 有112万人 时不时的发点他如何的爱国 全部都是一些爱国表演 然后轻轻松松 就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流量 因为他的光头警长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还有很多台湾的名嘴 像邱毅 还有什么王炳中 黄志贤 对吧 他们都在微博上面 有几十万上百万的粉丝 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意 在中国大陆 他们知道他们的受众 也在中国大陆 只不过他们人 不愿意去中国 不愿意在中国定居 拿中国的身份 他们还是要享受 在台湾 独立于中国统治的 自由民主社会 还是在觉得这里好 但是他们要赚中国人的钱 考虑到中国的酒县 愿意被他们割 那也是你情我愿 但是这些人讲的话 到底能不能经得起推销呢 比如有个军事博主 他就说这次的伊朗袭击以色列 说因为以色列的南部的 内盖夫的空军军地 遭到了七枚 伊朗中程弹道导弹的袭击 他说造成的损失尚无法估量 说在伊朗的数百架无人机 和多次弹道导弹宝核式攻击下 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铁穹和舰三防空系统 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 是根本看不到外媒的 也不是会主动去看外媒的 他们的信息来源就是这些人 所以他们会相信 伊朗成功地打击了以色列 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以色列力不从心 他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 跟事实正好相反 事实我们讲到了 99%被拦截 这7枚打到了空军基地的飞弹 还是由美国媒体曝光出来的 告诉大家的 而且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7枚飞弹造成了哪些损失 就是一个跑道和一个空的仓库 而且都不是完全摧毁 只是部分损失 这就是这300多枚飞弹和无人机的结果 造成的损失的结果 绝大多数根本都没有进入 以色列的领空就被击落了 这个信息他故意给他隐去了 然后就留下了那7枚的 7这个数字 好像伊朗多厉害 就7枚打中了以色列 他不说这300枚当中 也就这7枚打中了 而且还造成这么小的损失 同样的一个信息 他经过隐去部分 然后夸大另外一部分 就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然后来迎合中国的这些爱国网民 让他们开心兴奋 因为他们反美 反以色列 反西方 支持中国的盟友 伊朗俄罗斯 但是孰是孰非 他们根本不在乎 当然还有人很聪明 他就说 这一次伊朗还是赢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一碗的军费 就高达400亿新台币 而伊朗的开支 成本 军事成本 只有以色列的十分之一 这还是来自于台湾的媒体 不幸想肯定是蓝媒 看到这个 用这个来吓唬台湾人 来跟中国求和 问题在于首先 你讲到所谓的花更多钱 更少钱的问题 你去担心犹太人没有钱 这不是很搞笑的事情吗 你不觉得到底是谁更蠢 是以色列花了太多的钱 花了不成比例的钱 去保护自己 更蠢 还是你认为以色列钱不够更蠢 全世界最会挣钱的人 就是犹太人了 这点钱对犹太人说 简直是九牛一毛 更不要说背后还有一个美国在支撑他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 而钱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我再强调一遍 如果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 有非常深刻理解的人 都应该明白 钱是最没有用的东西 钱是可以印出来的 美国可以不停的发钞 美元是国际流通货币 而且美国还不需要再花钱去买石油了 他已经是能源自己了 他如果缺钱的话 美联系只需要印钞就好了 全世界一起买单 包括中国中国也跑不了 中国也得买单 好不好 中国是美国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债主 中国也得买单 全世界也得买单 买单之后 等于变相在支持美国 然后美国在支持其他的国家 包括以色列 对吧 你在调侃说 这个以色列没钱 或者是以色列花不起钱 去抵抗这个伊朗 那你是瞧瞧了中国的财力 美国印钞一发债 中国就得买 等于是全世界都在替美国买单 都在替美国扛着美元 扛着美元汇率 那钱不就是印出来的一张纸而已吗 美国跟中国的贸额这么庞大 更多的还是中国向美国的出口 如果美国不买中国的产品 什么结果 对不对 美国没钱了 怎么买你产品 所以全世界销售给美国产品的这些国家 他们都期望着美元不要暴跌 甚至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你扛住美元 扛住美元就是扛住我们自己的出口 就是扛住我们的国家的制造业 和我们国家的就业 扛住美国就等于是扛住全球经济 所以你有什么可担心 以色列花不起钱去防卫自己呢 伊朗发射了300枚 已经差不多了 他还有多少 他还能有多少 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标题 就有误导嫌疑 就说什么 以色列一碗军费就高达400亿 亲台币 好像他每天都得花400亿似的 这就是误导吗 什么叫一碗 10年20年30年可能就这一次 对吧 那400亿不是轻轻松松洒洒水吗 小菜一碟对犹太人来讲 随便几个犹太符翁 用自己每天的零花钱凑一凑就够了 所以说你看到中国的这些信息 不管是刚才我给大家举例的 那个人胡说八道一通 还是后来的这些所谓的名嘴 到中国去捞金的 包括现在释放出的这些信息 都是不值一博的 我觉得各位应该庆幸能够看到公子时评的节目 能够对这些有所分辨 培养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那好这期节目我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不要了点赞评论转发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也欢迎加入会员 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